小编发现现在大家出门逛商场都不愿意开车 宁愿走路或打敌 原因是什么呢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 随着车辆越来越多 找车位停车变成了麻烦事 有时候找一个孔车位要花上几个小时 更严重的还会造成交通拥堵 发生不良事故 而这位保时捷车主居然嚣张的一车两位 旁边车位的车都不敢靠近躲得远远的 走近一看 车玻璃上面居然还夹着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什么呢 一付两位费用 还有英文翻译 乍看有几分嚣张 但转念一想 车主应该是一位懂理的人 不然也不会留字条了 因为害怕爱车遭刮蹭 所以特地使用了两个车位 虽然有些霸道 但细细想来也没错 平时只觉得开保时捷出门一定很拉风 却不曾想还有这样的烦恼 遇到爱车无缘由被划了一道或者撞了一下 虽然没有人身安全问题 但是心里总会不是滋味 特别是找不着肇事者的时候 车主也是一肚子委屈 没办法释放了 车辆刮蹭事件越来越多发 小编就经常看见车主在停车位旁 赔礼道歉掏腰包呢 究其原因 首先就是车的大小规格不一 而且出入库容易有盲区 再加上车位紧张 想想停个车真心不容易 车辆被损坏的风险随之增加 小编在这里提醒各位车主 务必小心停车 速度要慢 速度一旦快了 可能你在美滋滋的感慨 自己车技好时 别人的爱车已经在默默流泪了 在提醒各位车主 小心驾驶的同时 小编也祝愿各位车主 安心上路安全回家